真正的下饭都是为了下饭而生的 在无数个下饭菜里 家长菜里头的下饭黄牛肉 一定是每一个卧室贵必定之餐 引起牛肉不费的加盖 下饭黄牛肉也就成了下饭菜里的土豪版 并且经典拥牛串 买回来的黄牛肉用清水清洗干净 将牛肉改刀 先改小 再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 由于今天的牛肉为小炒 所以不建议切得太薄或太厚 一般一刀两毫比几个 这里有比较提醒的是牛肉的切法 一定要理问改刀 否则后果严重 改好的牛肉放入大碗中 撒上点毛毛眼 胡椒粉 红烧粉 撩酒 用烧铃笼着手 给它按摩个几分钟 再淋上一点食拥有 这不是防止牛肉下锅后 红烧铃笼切盘 准备辅料 薄儿用清水泡泡 青菜切成小段 蒜蛋 看相同的方法改刀 青红辣椒切成可理备用 为少许的姜粒 蒜片 大葱切成可理 起锅 小番油 投入少许的蒜片 把牛肉倒入锅中 快速化便适 便适就可以倒出来 酷油 锅中重新下油 下姜蒜爆香 下青红海椒圈 炮椒酱 一起炒香 下大葱节 芦儿 青菜 蒜炭 一起快速翻炒均匀 将牛肉重新回锅 调入盐 味精 鸡精 胡椒粉 都是少许的清水 翻炒均匀 淋上一点花椒油 少许翻炒 美味继承 除了几个基本的规律 对家庭用户而言 其实很多小草没有铁铁的尊责 胡椒可以根据家里面的存在 锅中调整 调香芹 青筍 柴根 什么的 根据自己的喜好 适当的加入 如果这会不好吃 二会就欢迎一样 一难而去 就有了一道鱼最喜欢 最拿手 也可能就是独一闻 这属于个人的 今年小草 过年了 厨子所采之年夜饭系列 正式开始 欢迎大家关注和收看 我是厨子 明天见